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當我們做科學生子的錄影的時候 美國2024年的總統大選陳埃落定 特朗普宣布勝利 我們就不是涉及政治的問題 而是從一個統計學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就是2016年至2020年 甚至今年選前的民意調查 都似乎出現了極大的誤差 今年就說明了 叮噹碼頭 但出來又不是叫做叮噹碼頭的 都是有明顯的優勢在這裏 我們從那個統計學上的角度就是 照計在美國做統計的技術或者科技 都應該挺精準的 如果不是不會做到那麼多新的科技的發展 那為什麼在人的問題上會出了那麼多的意外呢? 首先就是很多時候這些統計民調的事是由人去做的 你說如果說先進我們的技術、理論那些當然是先進 如果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是人的意見調查 是一個科學實驗裏面的統計 去找那些統計誤差 如果大家 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喜歡聽 比如天文宇宙 甚至乎粒子物理 你說到那些在大型粒子加速器的實驗 講裏面的統計學的誤差 怎麽才能夠宣佈了我們有新發現這些東西呢? 那其實那套統計學的工具是非常清清楚楚的 亦都有用在我們今時今日的民調研究那裏 就是很簡單的說 我們知道無論你是做實驗有實驗的誤差 有些叫做高低的起落 是不是? 有些起伏 那民調民意就更加隨時而變 亦都是你每次做亦都可以不同 因爲你沒有可能是有一個的資源 去一次過去問完所有的選民 那裏成二億計的選民 那你就只能去做一些抽樣 是不是? 所以抽樣的時候你抽成哪個樣子 那些東西混不均你去抽的時候就造成那個誤差 而這些誤差我們知道有些系統性的方法 可以去克服它 去收窄它 所以我們就知道統計學在這裏就有用場 亦都所以爲什麽我是把這些講選舉的東西 會放在這個科學生肢那裏 其實我很想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我們用了很多的統計學工具在那裏 但是爲什麽我們似乎就是說 2016年那種這樣的預測錯誤 和到2020年好像解決了這樣的預測錯誤了 到現在去到2024似乎又好像重蹈2016覆轍那樣呢 我想值這個機會介紹一下中間是有什麽可以出事的地方 但是我們首先要講講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做一個 這一類的抽樣調查 那我自己以前都接觸過這些人 譬如說在香港瑜伽時 中庭耀他們有做 那個抽樣的調查 第一樣東西它怎麽會肯定那個被訪者 會講真的說話給他聽 第二樣東西 這個sampling 這個抽樣要去到幾大才有一個可信性在那裏呢 是的 其實如果你說那個人會故意說謊這些 其實就比較難去驗證 但是很多時候在你那個意見調查裏面 你可能是有些問題 你是旁敲側擊一點的 你不是直接 譬如你打電話抽民調 你如果呢 你當然可以就是說 你投誰啊 川普還是何錦麗 然後就收線 但是很多時候你會發覺他們是要多一些的數據 譬如是什麽呢 你的年齡層 受教育的程度 你的經濟收入 甚至乎你的行業大約做哪一行 他是希望從這些東西找到一個對應 以及幫我們去做一個準確一點的分析 我們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幫忙做到這件事 所以呢 其實你說一個民調你做得好不好呢 很多時候是你設計的方法是懶不懶的 譬如說 如果你那個抽樣 你合上眼亂抽 好 你在香港 香港很多時候 譬如說港大民言 每次都會做一千個人的 用一千個人來代表香港以百萬計的人口的意願 那這一千人能不能夠代表這五百萬人呢 那你當然可以說 未必的喔 這樣 那你也很容易知道 就是我抽樣的那個樣本越大 那最後就越能夠代表著大家咯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源去 就是無限地去擴大那個抽樣的嘛 所以有時候也會是 可能我們每次抽少少樣 也都在不同時候抽多幾次 那你做多幾次 也都可以收窄一些個五叉的 因為你最後也都擴大到你接觸的群體 是不是? 而且很多時候就是那些民調 你不一定只是在某一個時間才會收到 有些早睡點 夜睡點 是不是? 吃午飯的時候也都有機會收到 有些可能是專門在下午時間 去接觸一些家庭轉負群體 那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抽樣 你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空間做 你抽到那個注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你一個人群 就像一杯未攪云的咖啡奶茶一樣 是不是? 有時候你接觸不同的位置 它的溫度會不同 它那些某種成份的濃度會不同 那在人來說就更加重要了 你就是香港九龍新界 大家的家庭收入 那種從事的行業 教育程度也都有所不同 是不是? 更何況在美國那裡呢? 那美國很明顯就是你越是不同的州份 那他們 尤其是你在東岸西岸兩邊 和在那些中部那些 也都很不同 所以在他們的民調 他們其實是很清楚這件事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盡量就是 你總可以就是 我每次 他們很流行的 那些民調就是隨便抽八百個人 或者是更多 然後就公佈出來 那麼譬如有一個民調可以拿出來編一下師的 我自己就記得了 在選舉前 就是正式美國今次選舉之前的幾天 在Iowa 這個州 就有一間叫Selser的民調機構 其實它一向出來的質素不太差 那麼它就公佈了 就說 哇 川普在Iowa 下落後 竟然是下落後 這個州本身就一直是由共和黨領先的了 都吃硬的了 然後突然之間很多媒體就想都不想 立刻就哇 要分析一下為什麼特朗普突然之間在Iowa落後呢 其實首先我覺得要問的問題就是你先不要這麼心急 這個民調的誤差會不會是誤差來的 而的確在他之前的其他公司做的民調 還有他這間公司公佈完之後的第二、第三天 又有其他公司公佈出來的民調 根本上都是這個共和黨搖搖領先好幾個percent 不只是1、2個percent 然後再看看剛剛那個exit pool的選舉結果 根本在Iowa那裡是說53對47%那種分別 或者是53對43%,就是差成6、7%那種分別 但是最後竟然在某一些民調可以是 調轉了還要是說特朗普是44% 然後賀錦麗是47%那樣可以撐這麼遠 其實就好看到你那個民調本身呢 好不幸運抽不抽到一個能夠代表大眾的那種 就是那個樣本 那你會看到這些情況是重複 似乎在今屆重複都很重要 譬如你說美國最綜合得多的那個民調機構那些資料的 你看那個叫538 台長我之前有和你提過的Nate Silver這個人 是 是不是? Signal and the Noise那個嗎? 是的,Signal and the Noise那個作者 他是搞了538這個民意調查機構 就是他也綜合了很多的資訊 我就一直在選之前就不斷看他的綜合結果了 他就不只是集中看那些親共和黨 或者親民主黨的民調 他是綜合大家來看 連他最後都其實綜合了 在選之前的那一晚那個封關 都還在說賀錦麗是以1%輕微領先 但是現在你看到最後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特朗普是領先 是贏了差不多3、4% 有這麼說的結果就不對 就是這個預測就不對的 但是是不是叫不準呢? 那以統計學的角度你就可以爭辯了 其實就是都在他們的誤差範圍之內 因為他最後公佈就是49政府3% 3點幾% 就是內回 就是最後我預測特朗普和賀錦麗 一個是49一個是48 如果最後賀錦麗他們民主黨那邊的百分比 是下在這個由45點幾到52點幾 都是對的 然後特朗普你最後是下在 那個44點幾到51點幾都是對的 那現在最後你發覺 他是下在這個不差範圍之內的 不過就是你誰領先那樣東西的次序搞亂了 那如果是這樣就沒什麼意思 我是想你那個統計數字準確告訴我 因為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喂他這樣說的就是當初我就吵了 喂有些人見到就是 哦 反正他都贏了我不去投票嘛 如果你極端一點點 是不是 尤其是那個 有些叫預先投票的結果已經公佈了出來 還要是很有利民主黨的嘛 是啊 那你提了這個呢 我真的找到這個人了 那他叫Post 他這個是專做民調的J.N.Selser 他叫這個Selser & Company 這個公司的負責人 董事長或者老闆之類的 那大家就認住這個名字了 以後逢他做一個Polling 大家都不要相信了 那他不是這麼壞的 但是Nate Silva都在那裡暗喘他 就是哇你都幾夠膽啊 這樣的結果你都公佈得出來 我現在記得其實以前講那個 就是在另外一個節目 我們講那個人工智能的時候提過一件事的 剛才你提到的 我問那個問題其實不是那麼直接的 我不是問你 你會投票我票嗎? 這樣是未必準的 我試過有一個用AI做的 他怎麼猜呢? 他就說 他集合了很多民主黨和共和黨 就是會投票的人 那個Pattern是怎樣的? 他原來呢 駕駛什麼款式的車呢? 就是會告訴他 他究竟是民主黨和共和黨 其實這個事情是他講的 很多時候就是 明知道我們會 你現在都看到 Donald Trump就是民調殺手 OK? 有他在那裡的時候 那個結果會受干擾 那個48%和49% 哪個高哪個低 我就放過去了 我當你是五差範圍以來 但是明明在2020年的時候 他們這幫人已經叫做說自己 已經找到一些方法去幫我們 去將這個預測是做得準一點的了 就正如剛才台長你所說的 其實有很多其他因素是預視了 有很多干擾因素 或者其他因素是幫你去勾回 這個比較準確的結果出來的 駕駛哪種車反映到你是社會什麼階層 另外問你教育背景 你讀多少書 你從事的行業 你是藍領還是白領 其實一到各 你看回2016和今屆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之後 很多其他美國公佈的事後檢討 那些賽後檢討 他們一定是找到最後 又再重複2016的結果 就是說當川普參選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的投票意向 尤其是在那幾個搖擺州的州份裡面 就是跟他們那些教育背景 跟他們本身從事的行業 以及種族有極強的關聯 而你那個民調如果你只是隨機打電話抽氧 你不去了解裡面那八百個人抽氧回來的人 是怎麼構成的時候 原來你發覺那八百人找出來 有七百個人都是讀飽書的人 那就是錯了 因為你讀飽書的人 基本上就是會天天在罵川普、法西斯 然後就說是 當然是讀書人就要支持這個Harris 就好像八年前一樣 但是如果你那個民調你搞清楚了 然後你那八百個人 或者你再採集多些 最後你適當地抖一抖翻雲 你最後你去比較這些結果的時候 我要確保了有 無論是比較高學歷和低學歷 在不同階層不同階段的人 你都要有一個同等的份量去再做一次比較 令到你最後整個那個民調的結果 不要只是給某一個局部某一個群組的人 去叫做霸佔了那個結果 那你香港也是的 你文匯大公公聯會做了民調 當然是懂得找自己人來做 那些叫cherry picking的事情 就是揀選自己的結果 所以通常就是說 你說如果文匯大公做的那些民調 說對特首滿意道 竟然做不到100% 那些應該就撞死了 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拿那個資訊就是 你那個樣本裡面的構成 裡面那個的比例 能不能夠代表你正式人口裡面那個的比例 你要調教到這樣 你然後才除了你給你那個百分比出來之外 你還要是可以給多一個資訊就是 那些如果是叫做 將那些比重調教過之後的 另外一個我們認為可算的結果 你都要去公佈出來 但是成本是高的 你要做的分析是多的 所以你看現在做的 你看那些民調公司 每個都是隨機抽八百個電話出來打就算了 就是這樣了 有些事情其實你會發覺 你明知道這樣做是不準的時候 你就要做多些事情 而且今年又是Donald Trump參選 你就要做了 我覺得 可能就中間有一些主觀願望的 但是最後我想問就是 如果從科學角度 我們不是涉及這次的投票問題 怎樣做到資源最少 然後最能夠一個準確的抽樣調查呢? 沒有的 你只要在那個抽樣的時候 盡量去 當你已經接觸到那個受訪者的時候 你盡量拿多三四個資訊 其實都是這樣 已經叫做成本是省一些的了 你總可以說 可以抓他出來再interview 但是別人理你了 你不算資源 別人的時間都是錢來的 我再提到一件事 就是這次共和黨贏了 但是其實很多 比如共和黨支持者很喜歡去懷疑 就是那種點票的技巧 甚至在選前都有人說 嘩那些很多舞弊 你的機器不准我明明按了這個 你就跟我選了那個 但是其實這些事情要小心的 正式式在美國現在用了很多 這些電子投票系統 他們很講求一件事的 就是你選完之後 它一定會印一張出來給你 給你看清楚是不是 才去放下去的 就是頭一部 如果那部機器你明明按了A 去跟你選了B 然後它印出來 你自己檢查不妥 你就跟票站的人說 就是它很強調就是 你一定是有方法去覆核 確定你那個投票結果 才去放進機器那裡 數你那一票的 那個機器它不是為了省止 它做這個機器不是為了省止 是方便數票快 因為反過來 你用人手數其實不差更大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就要這麼說 就是現在這次看到就是 那個點票的效率是會高了 而且出來的爭議是反而會少了的 而且最後我覺得就是無論兩黨 都會是對於這個這樣的選票 那個點票的機器呢 是會多了信心的 雖然事前就看到就是 共和黨人就對這個點票機器沒有信心的 但是現在這次要贏了呢 基本上贏了就有信心了 是吧 是吧 剛才你說的統計上有一樣的 以偏概全 這些統計的問題是致命傷來的 我們第一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